三星堆 这个颠覆世界文明历史的古遗继承 已经不单单是揭开神秘面纱的场所 还将彻底改写所有认知 就在刚刚出土的网状硅背青铜器的扫描中发现 这种带有网格青铜器的物件中 所用到的技术不是简单的一体浇灌 而是利用了当今最为常见的焊接技术 那么再次五千年前 古代文明人是如何做到的 而这个爆炸性新闻传播 立即让世界科研人员哗然 甚至世界专家宣称 请立即停止三星堆的挖掘 再继续挖下去 将带来变革性的历史改变 而正当发现焊接技术的同时 日本专家却表示怀疑和不理解 因为在当今科学领域当中 日本已经称得上是一个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 他们试图利用还原技术 对网格规备青铜器文物进行复制 可无论当时的日本如何测试 始终无法达到同样的标准 当然日本并不是制作网格规备青铜器 而是制作更为简单的人面兽鸟青铜器 虽说经历了无数次实验和探索 就是无法做到同等水平 遇到的难点和痛点 就是在利用青铜水浇灌的时候 总是能发现铜水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就快速凝结 而如果想要制作出完整的人面鸟兽青铜器 就必须利用分段进行 然后分批次焊接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所以日本专家一直怀疑 在我国古蜀地区三星堆里 出土的网格规备青铜器 是有当今焊接技术的痕迹 这也令世界研究人员震惊 一度怀疑在几千年前的先祖 是怎么制作如此精美的青铜网格规备 虽说专家对此深度质疑 但现实总要面对 正当专家对我国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化验时 一个无比相同的特性出现了 那就是所有青铜器制品中 都含有一种近代才发现的化学元素 磷 它是暗夜的鬼火 越是偏僻越是频频出现 也是战争之火 所有的战事都离不开它的存在 而它的发现也是在十七世纪 比三星堆晚出现几千年 那么在青铜器里面 怎么会富含磷元素呢 这也说明先祖在出现磷之前 就知道磷的用途 所以专家也承认三星堆不能再挖下去了 再挖下去也就越来越离谱 甚至要颠覆历史了 那么三星堆的文明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才是真正的谜团 三星堆 这个颠覆世界文明历史的古遗继承 已经不单单是揭开神秘面纱的场所 还将彻底改写所有认知 就在刚刚出土的网状硅背青铜器的扫描中发现 这种带有网格青铜器的物件中 所用到的技术不是简单的一体浇灌 而是利用了当今最为常见的汉阶技术 那么再次五千年前 古代文明人是如何做到的 而这个爆炸性新闻的传播 立即让世界科研人员哗然 甚至世界专家宣称 请立即停止三星堆的挖掘 再继续挖下去 将带来变革性的历史 说到三星堆 那就要说到一个老汉 就是因为他的一锄头 彻底改变了世界考古现状 三星堆不仅是世界第九大奇迹 也是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我国历史不仅是因为有上下五千年 也不是因为有传说中炎黄二帝 而是有古属三星堆 话说在四川一个偏远山区 老农为了给枯地浇水 特意在地里挖出一个地洞储水 方便日后浇灌 随着老农在地里挖了一米多深的位置 一锄头下去 光当一声巨响 原本握锄头的双手 都震得发抖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块像墨盘样式的大青石 出现在眼前 而之后随着不断的挖掘 还出土了上面这个物品 它叫太阳行器 特别像现在的方向盘和车轮 而在遥远的古埃及 同样也出土了一个类似上面的器物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我们和古埃及是不是同组同源呢 还是真的有外星人穿越过来 制作了同样的文明 要知道古埃及和古蜀国两地相距甚远 在几千年前 别说没有交通工具 就连从县城到省城的距离 都要走上大半个月 所以说这样相似的器物到底是从何而来 这才是专家想要叫停开挖三星堆的初衷 毕竟三星堆只开挖了不到千分之三 如果再挖下去 还不知道会出土什么宝贝 三星堆 这个颠覆世界文明历史的古遗继承 已经不单单是揭开神秘面纱的场所 还将彻底改写所有认知 就在刚刚出土的网状硅背青铜器的扫描中发现 这种带有网格青铜器的物件中 所用到的技术 不是简单的一体浇灌 而是利用了当今最为常见的焊接技术 那么再次五千年前 古代文明人是如何做到的 而这个爆炸性新闻的传播 立即让世界科研人员哗然 甚至世界专家宣称 请立即停止三星堆的挖掘 再继续挖下去 而在三星堆 专家挖了一个世纪 才挖了千分之三 出土的器物就已经超出了想象 就单单千分之三的面积 就出土了令专家探为观止的器物 什么青铜面具 青铜人像 甚至出土了青铜树 而这些青铜制品 在当今社会都十分珍贵 其做工精湛 令能攻巧匠则舌 迄今为止 共出土一万三千多件 最为完整的有三千多件 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青铜神术 当初出土的样子 可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由一千三百多件文物 组合而成 从底部到顶部 共有三点九四米 但这并不是原始尺寸 据专家推断 应该有五米 可以说能够在几千年前 制作出五米的青铜器 是多么令人赞叹 三千年前的锻造技术 是多么宏伟壮观 难道世界真的有外星人存在 他们穿越到几千年前制作的 青铜树分为三层 每一层都用青铜器 制作了树枝树叶 树枝上站着飞龙 它们踏空而起 这个青铜树 有花有鸟 有巨龙 大家也称之为通天树 而在《山海经》中 也有同样的神术 而大家都知道 《山海经》这部书籍 是带有神话传说 而这样的印证 又让人有了更多想象 难道犹如我国的史迹 是有人按照历史的发展 长河编写下来的 为什么《山海经》的内容 能够印证的如此相似 难道说《山海经》里 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这样的故事想象 都让人害怕 那你觉得三星堆 有没有必要继续挖下去 挖下去的后果 又是怎样呢 好